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学佛的人都说要自立利他 自立了就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你学佛修行实践佛法 佛法在你身上真的产生许多的功德 这些功德你自己会得到利益的 比如说你烦恼就会不那么重 越来越生出智慧 比如说你以前有很多的邪知邪见 现在也因为听闻佛法的正知正见 慢慢导正 比如说你有很多邪恶的朋友 你还把它当善知识 还常常过从甚密 看起来你一生就要倒大霉了 学佛以后不但懂得要出离 远离他 还得到三宝的加持护佑 你现世人生有很多的波转 还有很多的坏习惯 有的人爱喝酒 有的人爱抽烟等等的 学佛以后呢 刚开始要改比较不习惯 后来慢慢慢慢呢 积资进账 烟也抽得越来越少 抽不下去了 酒也慢慢都放下了 本来你这个人中老年可能就是肝癌 肝硬化就要往生了 结果反而因为学佛救了自己一命 消灾严寿了 像这一类学佛修行 自身得到的功德利益 现世的安乐 我百年以后得到的自在解脱 数都数不清 道也道不尽 像这一类的这种福德因缘 为什么不推己及人呢 你身边有这么多的亲人 邻居 朋友 同学 同事 这些严重 你觉得你邻居 不管是好邻居 还是有摩擦的邻居 还是恶邻居 你觉得他跟你住在楼上楼下 住在你隔壁 你觉得那是巧合 你过去都跟他有缘的 那个缘分亲或疏 就是在这一世就显现出来了 你不想办法跟他结善缘 你不想办法用佛法利益他 不想办法度他 你什么时候才能了你自己的本愿呢 我们人过去在良心显现的时候 或者是大难临头的时候 或者就是面临死亡 最后仅要关头的时候 你那个良心显现 佛主慈悲上天慈悲 这个灾结如果让我过了 我能活下去 我要做一切的善事 我要修行 我要利益人 你什么大愿你都敢讲 什么大愿你都敢许 许这些愿都不用了愿的 你许了一个愿没有了愿 生生世世会来到这个世界 生生世世来到这个世界 有些人都觉得来就来 离开这个世界我也不知道去哪 来这个世界好像挺不住 来不一定是做人 来如果做了畜生 那你就是辛苦了 离开有的畜生到的动物 他一生见不到阳光 他一生身体是畸形 为什么 没有被放出那个铁笼子里面 一生他的生命的最大的一个任务 就是受人屠宰 受人烹煮 有很多畜生到的众生 大家都知道都看到了 身上都还有证据 大家有没有皮带 你腰带有没有皮带 有些学佛以后他说 我不敢用皮带了 我用布带 只要裤子不掉下来 用什么带都好 就是不要杀生 你有没有穿皮鞋 那些都是证据 我们以前老台湾的时候 那个牙刷都是猪毛 对不对 那些都是变魔术变出来的 那些都是从那些众生身上 取下来的 你看吃荤的人 你去吃人家的皮肉 吸人家的骨髓 你自己的皮肉骨髓 掉一块试试看 挂急诊 用特效药 在那边叫护士 说还是打了指痛 还是痛 再来一针吧 所以 如果不幸落入恶道中 那真的是 求出无奇 无边的绝望的痛苦 所以现在有办法学佛 要有点慈悲心 看看周围的人 这些人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法 已经发慈悲心 要学菩萨 也练习要发菩提心 要来度众弘法 你不发心的话 就很可惜 很无情的一件事 人的寿命很短暂 短暂的人生 你为什么不及时行善呢 不及时解冤事结 不及时忏悔业障呢 将来会后悔莫及 要想办法 让自己周围的人有功德 要让他们能有智慧 能够开智慧 因为在这个世间很多的远近 能够不执迷 不陷落 将来可以自在解脱 我希望同学都能有这样的一个实践 现在是什么时代 网路的时代 很多在网路上 他有很多好的货品 有很多商品的人 对不对 你上去要点了 一个页面看一个页面 上千种的产品 好棒 以为这是什么大公司 其实这个人 就是用一个手机就做生意了 对不对 你网路上选购 他一个手机 他就可以跟你说 他是什么大卖场 他是什么大企业 现在就一个人 他就是在跟你联络 他就赚钱了 你真的有心要红法 看自己有没有发心而已 很多人到现在都萎靡不振 没有发心 这样一个机车都没有加油 没有油你就开不动了 没有资粮了 想办法让自己有功德 你看那个学佛修行 没有功德的人很可怜 修不动 开不了智慧 有些天神 天人在天界 他犯错要被踢下来 要被罚下来做人的时候 为什么他的师父 他的天天家人都围在那边哭 好像在参加上礼一样 他知道他一下去做人很久都回不来了 修不回来了 他下去要谈恋爱了 他下去要堕胎了 下去要生小孩了 下去要煮三餐了 下去要做阿嬷了 下去要采米油盐 降醋茶 一下子你就怎么样都 求出无奇了 修不回来了 所以天众要下来罚下人间做人 都哭阿 求阿 可不可以不要让我下去 不行你犯的太严重了 一下去做人什么时候修得上去 来人世间做人 他的苦说不完 离开在那个经典讲 九山八海 九山八海 咸水海 佛讲话那个智慧通达一切 他有圣意地的说法 这是什么意思 世俗地的说法咸水海什么意思 这个新上任的妈妈 半夜要起来跟小孩换尿布 那就叫咸水海 那个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换得完 他就是睡一下 晚上又要起来 我们现在是卡到冤亲寨主 晚上把你摇起来 把你踢起来 那个小孩要换尿布一个晚上起来 最后两夫妻也换你了 我起不来了 对不对 太太起不来换老公起来了 那就像咸水海一样 他在说明你在这个城市间 你要付出的辛苦 也还要付出的这些劳顿 还有这些染拙 垢腻 就像海一样 海就是无边无际 生不可测 一坡又一坡 这个小孩尿片刚换完了 以前的尿布不是免洗的 对不对 都洗一洗 还要晾起来 不要丢 为什么 没有多久又怀第二胎 还要再用 这个日子什么时候过完 这个日子过完 又有其他的人世间的事情 你怎么修得回去 真的有那样慈悲心 有那样菩提心要来救人 想办法让周围的人有功德 他没有这功德 他修不走的 平常怎么不勤修戒定会 你平常勤修戒定会 发大菩提心 你现在功德福报 早不是如此了 你一个人要成全个两三个人 用真心去度个两三个人 不是想说看这个女孩子漂亮 我就故意去假装跟她讲佛法 或看这个男孩子很帅 我就假装跟你传赖 我们现在这个活动 要来怎么开会 是不是约几点 这种就是不干不净的 我不是说这些 我说你真心要度人 要救人 你只要度个一个 两个 三个 你就有护法 旁边就有护法 他就会保护你 护法就是护持佛法的弘扬 不是你伟大 我每次一讲到这个 就有人讲我就是有护法 我有梦过 上师有跟我说过 你就傲慢 傲慢你就要拜道 你功德就折损 你有护法不是你伟大 是佛陀的正法真理 传到你这里 你学了一点点 你可以借这一点点功德 来利益你有缘的人 也许你爸爸妈妈 先生太太 儿子女儿 同学同事 邻居同修 所以你没有什么了不起 是佛法伟大 我们比较很谦卑 如履薄冰的去做这些事 有的人他心傲慢的 他看不到 你以为心会骄傲 会供高的人 会自己注意一下 心就不骄傲 不供高 哪有那么简单 你可以告诉自己 我胃不要痛 胃怎么还是痛 我脚不要痠 脚怎么还是痠 很多东西不是你想他怎样 他就会修好的 你必须痛下苦功 要问人家感受 旁边有护法 护持你的人 他看着你 看着你 你有没有修 我以前讲过一个什么 大陆有一个比丘尼 现在这位比丘尼还在 还活着呢 这位比丘尼 就是都修波周三昧的 他已经修到24小时 不睡觉已经好几年了 在座有没有人超越他 举手一下 我们等一下来 大家也来跟他请议 24小时不睡觉好几年了 都在那里念佛经行 喝水 光喝水 不吃东西 红光满面 召感当地的寺庙的山神 一群山神 就来试他 为什么这些山神说 我们在地球上很久的时间 本来想移民到天道 这个山神 这个大地在变动 他很了解 山神 地神 龙神 这个地球怎么变化 他最了解了 他就管这个的 对不对 他说他这个地球不能久住 污染也很严重 环境越来越不好 他们想移民到天道 但是观察发现天道 不究竟 很多人有六道轮回 他们想发心求生西方极度世界 求生西方极度世界 要找一个真正的善知识 就找到这个比丘尼 为什么呢 他说我们观察你很久 你在这里修行 你是修正的 刚开始用钱 在他的官房里面会出现很多钱 刚开始会给他煮饭 给他泡好茶 他念头都不动 这个山神还跟他说奇怪 以前的法师都会把钱拿起来 为什么你都不拿 他说我念佛 我做这个波舟三妹的修行 我拿你钱看什么 所以那些钱那些吃的 都供佛以后都在寺庙周围 摆一圈跟十方结缘 钱去供养三宝 都诱惑不了他 所以这些三宝决定 你就是我们师父 来一个绑票式的恭请师父 把他从大陆那一宝 把他的肉身 就这样隔空 要把他带到长白山附近 所以要把他请到那边跟他们修行 教他们修行 在请的过程中 这个是法师后来回来 那位比丘尼回来以后自己讲的 护法献身 他才知道 原来他这样修行 有一尊护法守护着他 护法献身是怎么样 那些三神就拼命的打那些护法 拼命打那尊护法 一直打护法 忍耐 一直打 一直爱打 一直忍耐 他们说你以后 很多人都对护法有错觉 护法不是暴力分子 护法是持戒的 修行人很多是出家人 那尊护法就是 一直让这些三神三鬼打 一直打打打打打打 不还手 最后献一个愤怒相 把他们吓走 护法不是跟人家火拼的 他就是要护着你修行 但是他说你们这些鬼神 把这个比丘尼给带走了 对不对 我要看着他 所以我跟着他 看你们搞什么 最后被他的护法给保回来了 那个比丘尼说 把他拉到这个虚空中 那个风在吹他都听得到 呼呼的 就这样要把他带走 你可以看 所以同修你现在在学佛 你开始在度人 就有护法保佑你 就有佛菩萨保佑 那你很多同修 他就是坐着坐着 一个人度两个心就狂了 放松了 慢了 上网看色情的 开始打情骂俏 忽然间又倒霉了 很多人突然被开除了 忽然跌一跤了 忽然跟家里大吵架了 忽然就是什么 生了一个什么大病了 那有的是护法都知道 你有没有修 你有没有好好做 他都知道 所以很多同学修不起来 得到一点点小功德 立刻犯错 累积一点点福报 又犯错 佛法这么好修啊 立刻被处分 你家里只要有一个空地 可以占一支 就是招牌上面写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功德无量 绝对就是 你们家都消灾化解 那附近的人 晚上要骑车过去 看到这一盏佛灯 心好暗 心里好舒服 你看 这以前有一个因果病 这是什么因果病 怕黑 只要这个黑 就恐惧 他就得到好像忧郁症这样 一查这个因果怎么样 过去生 在人家这个向道 都让这个夜归的人 有一盏煤油灯 可以看到路 可以心里不要那么恐怖害怕 人家看到那盏灯 就知道巷子在这边 赶快赶路回家 他都会为了省那一点煤油 把它洗掉 一个人的恐 你看一个路人过去 很恐怖 对不对 两个路人很阴森 十个呢 一百个一千个呢 所以他今生莫名其妙就怕 夜障在他身上了 人要多点灯 人要多点灯供佛 你们家里有设佛堂 常常点灯供佛 但是你不要引起火灾 引起火灾那罪过很大 烧掉人家的财产 烧死人家的性命 你惨了你 看你这些要怎么还 所以供灯的人一定要小心 现在有很多的LED的电灯 它也不发热 也很省钱 家里佛堂装潢的非常庄严 那个灯一开 照在佛菩萨的这个 庄严的法身上 心旷神怡 你每天看家里有 这么好的一个对境 你自己都很庄严 自己家里有拜佛 你自己长相都会庄严 对不对 看那些什么奇怪影片的人 你就是长那个样子 很夸张 就是相由心生 现在这个世道要弘法 要叫大家学一个清净 学一个善良 不是容易事 对不对 很难 很难我来做 我不怕难 要有这种承担 不是什么都是 这个难的你就闪 怕就是粗重的你就躲 你什么时候消业障 你看越是这种个性的人 他身上业障越重 你都看得到 所以越是承担的人 他现在烦恼越轻 业越消 我远近越好 这个都是同修你在道场 待一阵子里慢慢都看到的 这不用我多说了 希望大家把握这个善因缘 我听闻佛法当然 能开启我们的智慧 听闻佛法还能消业障 来听闻佛法光来祝道 就坐在那里都听不大懂 都有一分功德 所以我们常常讲 就是来听闻佛法 就是说你在道场打瞌睡 都比在家里看电视打瞌睡 有功德 对不对 不是说真的要你来道场打瞌睡 打瞌睡可惜了 浪费那么宝贵的因缘 来道场的时候 常驻三宝 传承主师会慈悲放光加持 你现在感觉 同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 现在就特别亮有没有 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亮 对不对 但是光现在是一样的 为什么 那就是一个加持 这放光铸造 很多的灾结病气都消除掉了 来道场功德太多了 道场是人间净土 常常来一次就平安 来两次就两次平安 常常来就是一生平安 来道场又听经文法 又诵经修法 那就是人生上品 人生能够不空过 能够有学佛修行 弘法立生 真的将来就不会怪自己 如果没做这些事 早晚会后悔 人生没有做到阿公 不会遗憾 人生没携 没携 没怕地 不会遗憾 你看有很多 做阿公 做老婆 痛苦万分 但你都骗不了我 为什么 你们在问我这些因果的时候 回来骂你的不是你爸就是你妈 回来找你麻烦的不是你阿嬷就是你阿公 你都以为阿公阿嬷最疼爱我了 对不对 我小时候感冒花烧 阿嬷都抱着一夜都不敢放我下来 对呀 冤亲 他一死他就知道他怎么还你太多了 回来给你要一点 那就叫冤亲 所以你都骗不了我 真正有遗憾的是你没修解脱 佛法这么殊胜 你没有弄懂 你没有悟通 至使人生的道理对你而言 充满的迷惑盖障 你走不出这一个好像重重的迷雾 而迷失在三界六道理 这就是你最大的遗憾 你不知道学佛修行的时候 要趁现在行有余力的时候 广积功德善行来解怨是解 这是你最大的遗憾 你不知道该报恩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好好去报恩 你比如说父母恩怎么报 只有修行能报 不然父母恩你怎么还 这个人曾经对你有知欲之恩 改变了你一生 这个人曾经给了你 什么样一个道理和启发 改变了你一生 你怎么还 你唯有修行能还他 要报恩 要还债 要了愿 只有在佛法才能做到 所以同修你要珍惜 我可以在一个非常严谨的面向来告诉你 人生什么事情都可以没有 我老师跟你讲 父母把你带到这个世间 你从小没有跟父母 不认识父母 没有天伦之乐 乃至于你童年很不快乐 很凄惨 那都没什么 你就是不能没有佛法 多少没有跟父母一起长大 颠沛流离的童年的人 他人生也是很优秀 也是造福人群 也是贡献自己的长才 人生也是很辉煌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没有佛法 你没有佛法 人生不是光来成就自己的工业而已 人生有很多深奥的道理 你必须去看开 你必须要去悟通 你必须知道这个要怎么解脱 你看我们面对天伦之乐的时候 都知道要去享受 爸爸对我好好 妈妈对我好好 我好感恩他 我好想这一刻永远存在 佛菩萨看你这样他不高兴吗 他高兴了 菩萨要随顺一切的众生 他不会去嫉妒 嫉恨 有情的种种安乐 不会 反而是有情众生安乐 佛菩萨会欢喜 所以当你在家里有这种天伦之乐 亲情爱情的时候 佛菩萨也是替你感到好欢喜 但是佛菩萨多了一层智慧 他看到后面有苦在等 你现在这么乐 后面会很痛苦 他看你受不了 而且你在这个快乐和痛苦 快乐和痛苦 快乐和痛苦 这些反复的轮回过程中 你没有觉醒过来 佛菩萨看到这个 他知道怎么样可以让你解脱 这些快乐和痛苦的轮回 到达清净自在的境界 佛菩萨知道这个 他要来告诉你这个 你唯有学佛才能体会到 原来世间的快乐 后面一定有痛苦 你享受过世间快乐的人 你一定等第二次 你喝到一个很好喝的饮料 你有没有在等第二次 肯定有 突然跟你宣布 那种饮料停止贩售 你很爱吃的东西 国家颁布禁令 那个东西有辐射 你永远不能有 对不对 你越不能离开的东西 当你必须要离开它 你有很大的痛苦 那其实这就是都不究竟 不圆满 一个心永远都不能得到 平静和休息 那佛菩萨知道这个 他来教我们 涅槃的道路 不苦不乐 不生不灭 永恒的境界 他不会现在是好的 等一下又不好 后来又好一阵又不好 他永远不会这样 真正的永恒 就是涅槃的境界 他说 你唯有到这里才是真乐 所以他广设各种善巧方便 所以你来人世间 你有任何痛苦的际遇 比如说你很穷 你身体有病痛 你不健康 你家里怎么样不健全 你童年怎么不幸 你受过什么样的 被霸凌 被不公平的对待 那都不要放在心上 那都是自己的福德因缘 自己造作来的 自己结的缘 最要紧的你要去计较 你要有佛法 你要有修行 没有佛法没有修行 你等于没有希望 你等于白来了 这些话同修静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细细品味 你就知道我所言不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